这就是项羽衣冠种的木道了 我们推开来看看是什么样 这里就是楚霸王项羽乌江自文的地方 这里2000多年来被文人默克称为中国最悲情的地方 自古也是楚汉之争 争议最多之处 项羽究竟该不该过江东 我身后就是位于河县的西楚霸王林祠 门票30元 请跟我一同去参观 公元前202年 西楚霸王项羽与刘邦决战于该下 身边的鱼姬见项羽兵败后 也拔剑自吻 项羽带着残簿 一路逃至如今的安徽河县乌江长江岸边 项羽感叹无言见江东父老 自吻于乌江的岸边 一代霸主就此陨落 终结了31岁短暂辉煌的一生 像十面埋伏 四面楚歌 霸王别姬 霸王谢甲等成语和巨木 都与这里有关 祠堂是红色的门楼 飞檐高窍 气势悬昂 十面额上写着 西楚霸王灵词六个字的传书 它是由唐代著名书法家 李扬斌所撰写 李扬斌是诗仙李白的足书 李扬斌的传书可是一绝 霸王乌江自吻之后 当地乡人埋葬了项羽的残骸和血衣 所以这里被称为衣冠种 唐代初期建词 规模最大的时候 有正殿 青龙宫 行宫水灵宫等 共99间半 但是由于后来 冰灾频频 霸王词也是屡回屡见 大门正对的是响殿 左右两边是佩殿 进入响殿之后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项羽的雕像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叱咤风云 在响殿两侧的墙壁上 还留有历代文人的题词 你们看 这就是李清障的那首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出了响殿 就是项羽的神道和墓种了 两侧有古松 还有四对石像生 神道两旁有四对 石人石兽 粗犷简约 典型的明代雕塑风格 墓台的四周呢 有仿白玉的栏杆 中间立着西楚霸王衣冠种 碑石一方 墓成椭圆状 左侧呢 还有地下墓道 这就是项羽衣冠种的墓道了 我们推开来看看是什么样 哇 墓道呢 是一个汉代古墓的风格 墓道的尽头 是项羽的衣冠种的棺果 由于年代久远 项羽衣冠种里的棺果里 什么也没有剩下 霸王祠前还有铸马河 相传项羽自问之前 把心爱的乌锥马赠予了乌江亭场 但是乌锥马炼主心切 接连数日不吃不喝 私鸣不已 几天之后死于河边 这里就是乌江亭 相传乌江亭长 曾经力劝项羽过江东 卷土重来 但是项羽以 无言见江东父老为由 拒绝了乌江亭长的请求 铸马河的对面 还有抛手石 传说这里是项羽自问之处 在霸王祠里 还有一处三十一响中亭 当地百姓 在祭祀项羽的时候 都会敲响三十一下终生 以此纪念 三十一岁就去世的项羽 项羽乌江自问 自古以来众说纷纭 杜牧说 江东子弟多才聚 卷土重来未可知 李清照说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那您觉得 项羽究竟该不该过江呢 他在带队 他在带队 第四十一 三十一 二十一